冰州人员有两个苹果都烂了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第三个苹果 希望大家好好的冰场 我们让冰州人员知道 其实不是只有两个选择 还有第三个选择 鲜红色骑士 黑色牛头 你有看过这个骑士吗 俗称牛头党的人民党 在上世纪50及60年代 曾经是执政过冰岛地方政府的 摄政成员岛有着辉煌的记录 今天他们召开计刑会 宣布重回冰城 要重现过去的辉煌 可是今天我们认为说 我们已经锁脱配人了 包括整个的这个冰州新东党的阵容 我们都看到 因为以前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今天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在政治上 在整个治理冰州政府的这个管理上 以及政府这一块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太多的折衷了 已经忘记了初衷了 一切以党的利益 以个人的利益 为最高目标 所以在人民党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啊 我个人是坚持 就是说人民的公益一定要自赏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现在我们应该要自主 我们生命要自主 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家人 这个希望直接托给一些人的身上罢了 另外蔡昌卫也直接公开点名抨击 宾州行动党主席曹关友 没有扮演好角色 辜负了宾州子民 好 曹关友他作为是宾州行动党的主席的话 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他替我们做工 而且他要好好看住人关营 因为我们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扮演好战的决策 他没有好好地对得起我们宾州人民 他辜负了我们宾州人民 对我个人来讲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这个好人 是一个有一个隐号的 开关隐号的 所以我们要他更正做到为人民谋福利的一个好人 而不是外交严格的一个好人 该党北马区主席 前几打州行政议员陈楚江就透露 该党在来接大选的目标 是至少攻打宾州的40个州议席中的30个 以及所有13个国会议席 担任吴亚州议员郑宇州 也出现在了新闻发布会 但他未明确表态 是否会加入人民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